欢迎来到新闻和活动频道 请订阅和分享以更新有关当今醉着明明星的最新信息 王一薄骑过真老虎 汪涵也在看追风者 瞬间梦回天天向上 王一薄骑老虎 这听起来像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说话 河南曾经可是老虎聚集区 很大程度上是真的 但在这个充满想象力的娱乐圈里 似乎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好多人都在寻求答案 王一薄要不要出来辟谣一下 到底王一薄骑的是不是真老虎 按照他那骨子出生牛犊不怕虎的冲劲和勇气 很大可能是真的 在洛阳人分享的视频中 也有人说 王一薄或许只适合一只道具老虎 或者特效老虎进行了互动 但那种敢于挑战 敢于冒险的精神 却是真真切切的 这两天的王一薄可谓是跟自己的怨 种粉丝玩嗨了 跑去珠海开赛车 粉丝后知后觉 原来他早就提前预告了 结果是粉丝没有get到 网友评论说 抛媚眼给了瞎子看 一往情深深挤许 还没伸出头就被抛弃了 白袖了 没办法 王一薄闷骚的表达方式 他的粉丝向来直来直去 说不明白就当没看见 扭头就给他送来表情包 开个粉色赛车 直接笑风的节奏 一个劲的骚粉配波波 就是这么和谐 龙土表情包立马安排上 王一薄估计都快哭运在赛场上 他的粉丝就是这么宣传自己的 从来不走寻常路 主推一个随性而为 各过各的 粉丝后之后 绝也就算了 可是王一薄的兄弟们 向来都有很好的宠他 在时尚巴沙年度派对上 汪涵Q到王一薄 感谢王阳在追风者中的照顾 这不仅展现了汪涵对王一薄的关怀 也让我们看到了 王一薄在业内的好人员 汪涵的一番话 让人感受到了他对王一薄像家人一样的关心 这种温馨的氛围 梦回天天兄弟 感慨良多 汪涵曾说 王一薄是冷的 大老师是暖的 他们就是自己的冷暖人生 而说到追风者 这部剧无疑是2024年的一匹黑马 不仅在爱奇艺上热度破万 还在电视台和网络上都获得了双爆 剧中王一薄饰演的魏若来 让人印象深刻 成功出圈 小绿茶的金融乃厄横空出世 这个角色可谓是王一薄演技分水岭的代表性角色 他的魏若来充满了个性和魅力 让人看了就停不下来 想象一下 如果王一薄真的骑着一只真老虎出现在派对上 那会是怎样的一幅画面 或许汪涵会惊讶地问 一薄 你这是从哪里弄来的大猫 而王一薄则一脸无辜地回答 韩哥 这是我的新宠物 当然 这只是个玩笑 但不得不说追风者的魅力 就在于它能够激发观众的想象力 让人们在追剧的同时 也能享受到一场视觉和情感的盛宴 剧中的每一个角色都鲜活而立体 而王一薄的表现 更是让人眼前一亮 而这部剧的成功 也离不开幕后团队的辛勤付出 从导演到编剧 从演员到工作人员 每个人都在为了这部剧的成功而努力 他们的付出 值得我们每一个人的尊重和感谢 到底王一薄小时候拍照中的老虎是不是真的 只有王一薄本人知道 不过韩哥提及王一薄的那句话 让人很动容 这份感情胜过千言万语 是兄弟更是亲人的一种关心 王一薄的粉丝们 下次请之冷起来 别在后之后绝了可好 咱们不能老是这么搞笑 都快成了粉圈中的笑话了